齐齐用富氏纤维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跟蘑菇的菌丝细胞 而且比较这两个细胞的构造 何者正确 好 我们知道洋葱的表皮细胞 洋葱是植物界的生物 那再来 蘑菇呢 它是真菌界的生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何者正确 来 第一个选项 它说两个都有细胞壁 对 两个都有 但是豆叶绿体 不对 你说老师 我知道蘑菇的菌丝细胞没有叶绿体 是 没错 但是其实植物的表皮细胞也没有 表皮细胞是没有叶绿体的 所以其实两个都没有叶绿体 OK 所以整个两个都没有 好 第二个 它说两个都没有细胞壁 不对啊 植物是有细胞壁的啊 然后真菌界的生物也是有细胞壁的啊 OK 所以 第二个选项也错 第三个选项 两个都有细胞壁 而且都不具有叶绿体 那我们选择这个选项 没错 第四个选项 它说两个都有叶绿体 啊 不具有细胞壁 哦 错了 错了 两句话都错了 相反的 应该是 都没有叶绿体 但是都有细胞壁才对 那 呃 细胞壁这一点 很常困扰很多同学 请你记得 只有动物这两个字的生物才没有细胞壁 其他全都有 动物界的生物没有细胞壁 还有原生生物界里面的原生动物没有 其他我们交到的所有生物全都有细胞壁 好吗 动物界的生物没有细胞壁 因为它动起来要去抓其他生物才能够活下来嘛 对不对 原生动物也是有类似的那个特性啊 所以只有含有动物这两个字的生物是没有细胞壁的 其他包含细菌啊 包含蓝菌啊 包含针菌啊 全都有细胞壁 这个比较 你这样子来记会比较好记忆一点 OK 好 希望对你有帮助